如果我有一個兒子像你這樣 我會覺得超級驕傲的 真的 怎麼突然哭得這麼傷心 我又把他們弄哭了 因為在上課的時候 他跟我分享 他下了課 就開始練到最後一班車 這是他每天的日常 這就是他的生活 讓我目的看到你的身體讓我心急 忽然間回頭發現 角落的我只在 左上客下的痕跡 誰在等你會在那裡 這局面不是誰的問題 少了你在我左右 疼痛會持續多久 夏年的幸福 該被製作人已破舊 花了多次四季 該被多次黑夜搬走 甚至離間還是 還不會沉浸 那你可為 還有范范 我非常喜歡你 我必須跟你講 我已經成為你的粉絲了 我也是 真的嗎 我覺得你給我很多的能量 而且你給我最多的是 你對於舞台 對於表演 對於這一切的熱愛 那個東西是你 最有底氣的地方 因為在上課的時候 他跟我分享 他下了課 就開始練到最後一班車 這是他每天的日常 這就是他的生活 我問他為什麼你要這樣 純粹是因為他說他喜歡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愛舞台的人 可以給我們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范范 我真的很 如果我有一個兒子 像你這樣 我會覺得超級驕傲的 真的 怎麼突然哭得這麼傷心 我又把他們弄哭了 其實我一直的感受就是 范范 在他們這一群當中 一直都算是一個支柱 嗯 如果說我瘋了 可能我是真的瘋狂 思念和被傷的重渴 忘了丟 思念我還忘了丟 起碼能放心沒有我 你也能忘了不過 那些風又想起我 那一年來的風 喔 全部都你也都寂寞後 這麼早想開始痛 我恢復下你的笑容 我自己覺得還有那些痛 看一眼睛黑夜空 他給大家很多的支持 對 而且他一直把舞台 把機會讓給他身邊的隊友 而且重點是他才17歲 對 其實是很小的年紀 但是范范就是有一種 魅力跟一種氣場在 每次表演 只要收到老師的鼓勵或稱讚 我都很感動 我真的是想要用我的表演 告訴大家 我是活在舞台上的人 真的 謝謝你們